大家好,我是小尹 今天我們用蘑菇和雞蛋來做好吃的 首先把蘑菇像這樣一片一片掰下來 再用剪刀把根部剪去 然後準備一盆清水,加一勺鹽 把蘑菇放到鹽水裡,浸泡10分鐘 這樣容易去除蘑菇裡的雜質 再準備300克麵粉,加3克鹽 增加麵粉的筋性 再倒入170毫升溫水,邊倒邊攪拌 攪拌成這種麵絮狀 再加15克食用油,把它揉成麵糰 這一步要多揉一會 揉成像這種軟硬適中的光滑麵糰 不用醒麵,直接搓成長條 再平均分割成10-12個小麵糰 再準備一個盤子,刷上食用油 再把麵糰擺入盤子裡 麵糰表面也抹上食用油 然後蓋上洗面半個小時 再準備一根胡蘿蔔,先切薄片 再切成細絲 裝入盤中備用 再準備3顆雞蛋,打入碗中 加一勺鹽,和幾滴料酒去腥 再把雞蛋攪散 然後把雞蛋液倒入熱油裡 用筷子快速攪拌,炒成雞蛋水 像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盛出來放涼備用 鍋中水燒開,加一勺鹽,幾滴食用油 倒入胡蘿蔔,焯水一分鐘 再把它撈出來,裝入盤中備用 再把蘑菇清洗乾淨,倒入鍋中,焯水兩分鐘 再撈出來,過一下涼水 然後控干水分 再把它切碎 裝入碗中備用 再把胡蘿蔔也取出來,切碎 裝入碗中 再把雞蛋碎也加進來 再準備一把小蔥,切成蔥花 裝入碗中 再多加一點食用油 兩勺生抽 一勺蠔油 適量的胡椒粉 一勺鹽 攪拌均勻 這樣我們的餡料就做好啦 我們的麵也已經醒好啦 把盤子裡多餘的油倒在面板上 抹均勻 再取出一個麵糰 用手輕輕拍扁 再用擀麵杖 先擀框 再擀長 像這樣就可以 再放上我們做好的餡料 然後上下對折 像這樣把它包起來 然後從一頭捲起 一邊拉伸一邊捲起 再把接頭壓在下面 這樣我們的餅坯就做好啦 熱鍋刷油 打開餡餅模式 放入餅坯 表面上也抹上一層食用油 防止水分蒸發 煎三分鐘左右 給它放個秒 然後再煎三分鐘左右 然後從腹方面 煎至兩面金黃 表面酥脆 從側面能清楚的看到裡面的餡料 用腸子按壓不塌陷 就已經熟啦 香噴噴的蘑菇雞蛋餅就做好啦 這個餅皮薄餡大 非常的好吃 餅皮像子一樣薄 裡面的餡料也是非常的豐富 這樣做出來的餅皮 非常的柔軟 而且涼了也不會硬 營養也是非常的豐富 如果你喜歡也試試吧 喜歡我的視頻就關注我吧 謝謝您的支持